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18日星期日啊 嗯 这又是一篇科普类的文章 但这篇科普类的文章和其以往的 我之前讲的都不一样 也不是这种科技类的 也不是健康的啊 关于这种 嗯我们先看完文章标题吧 美国副总统是干嘛的啊 关于美国副总统 你应该知道的这些所有的都在这个里面啊 我们来看看 因为距离美国大选也越来越近了啊 然后不只有美国总统是非常重要的啊 现在副总统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 然后我们看看副总统都是一些 他都做什么啊 有什么有什么作用啊 在历史上是怎么 是怎么起来的吧啊 所以说也非常有意思这篇文章啊 对于喜欢了解政治的人 还是还是可以的啊 说8月16日 就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 这是丁姆沃尔兹和俄海俄州的参议员 就是万斯 同意在10月1日进行辩论的消息 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啊 届时两位副总统的候选人 也能正面交锋 事实上 这两个人被宣布各自党内的副总统候选人之后 有关副总统 到底能够如何影响大选呢 副总统到底有没有多大权力 讨论一直不断啊 就关于美国副总统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啊 我们在这篇文章来来来读一读啊 其实很多人印象之中啊 美国副总统干不了什么啊 他他其实说大家想啊 副总统能干嘛呢 给你订了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等着总统死 如果这个总统非意外的死亡了 那他就就把顺利就当上总统了 所以说你如果当了个副总统 那你很有可能能够当上总统 说不定这个总统病死了 或者是被暗杀了 就是这样啊 所以呃 但是呢 以往大家都觉得对吧 有有多少美国总统能被能死了 对吧 非常少数 所以说之前大家就说 这个副总统就是一个闲职 这个职位最大的意义在于 这种 对吧 刚才我们说的 对 总统死了 副总统可以进 可以这个继位 而避免出现国家没有元首的 这种群怒无首的这样一个局面 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 副总统的 呃 担任的这种职务啊 越来越多 甚至成为总统全面的一个 这个政策的顾问 在大选前 他被认为是在选票上 有一个非常平衡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诟病川普 选了万 万四的话 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对不对 你 你是比较右的 你选了一个更右的 对吧 你应该选一个中间一点的 对不对 让大家平衡一下 让 拉拢一下中间选民 但川普始终没有听见这样的一个 意见吧 嗯 所以说副总统其他选票上的平衡作用 帮助总统就是呃 定一个人设就是拉一定的选票过来啊 呃 所以说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两个两个呢 一个是这种呃 对吧 两位候选人一个是俄亥俄州的吧 这就是呃 对啊 不是俄亥俄州什么 明尼苏达州的这种呃 沃尔兹他是那个就是民主党的一个呃 副总统 然后呢 俄亥俄州的参议员万斯是那个共和党的一个 呃 这个 竞选者吧 就是说万斯他才 对吧 40岁跟川普差了 川普 川普就78了啊 就是 因为那个拜登退选了吗 川普估计就有史以来最 嗯 什么总统竞选的人说就是 最大的一位了啊好像是吧 嗯 他说80后的万斯啊有着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 出身贫困海军陆战队队员 就是夜路法学院的第一页 律师风险投资家 畅销书作者好莱坞 电影的嗯 主主角原型啊 呃 联邦参议员万斯第一次 呃举国观众是在2016年出版了回忆录乡下的乡下人的悲歌啊 书都自白的描述了 他在俄亥俄中 这种贫困状态下的一个经历引发了关于白人阶层 面临挑战和全国性的一个讨论 万斯被选为特朗普的副手 被人为有助于后者得到美国工薪阶层的选民的支持啊 是是的 你这个川普你就已经得到了美国工薪阶层的选民的支持 什么万斯不会再给他增加太多啊 不过万斯最近多次表示 就是无孩人士的对于无孩人士的鄙视 强硬的反堕胎立场 造成很多人的一个诟病 一些人认为他可能会拖累选情啊 一万斯相比沃尔兹是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一个时间较短啊 目前知名度还不算太高 不过经常作为教练的他 以自己曾经在中学橄榄球团增的教练教师的身份 打出一个亲民牌 最近他还因为被媒体挖出 除了退休金和大学储备金之外 还没有任何资产投资而获得的这种 类似于清贫政客啊 这样一个称号啊 沃尔兹多年前担任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的历史可能有助于美国这种民主党那个候选人 现任总统就是卡玛拉哈里斯 就是贺锦丽啊 赢得了包括在民尼斯大州在内的 美国中西部州选人的一个支持啊 作为州长啊 沃尔兹通过立法为中等收入家庭提高了 每个小孩1244美元的一个儿童税收 以免 他还提出了全民 全民免费校餐 为亚马逊员工和优步司机争取了 这种带薪病假和病假 以及和工作长途的一个保护措施啊 就是在当下风云变换的中美关系 这种下沃尔兹丰富的中国经验 有多丰富呢 曾经去过中国30次 并且在中国佛山一所中学教书啊 让他在竞选舞台上独树一帜 但你不知道这是好是坏 对不对 因为现在中美关系非常不好 对吧 很多 尤其在上次川普 然后 就是 就是拉仇恨吧 让美国人对中国并不是特别的友好 就是他这个 在中国来了30多次对吧 这不一定是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吧 但是现在的一项民调险上 这沃尔兹的支持率就略高于万斯 就是熟知总统历届总统的这个圣经 圣务斯大学的法学院教授乔尔说 认为年纪轻资历浅的这样一个 万斯啊 就说还有得罪人的万斯 而 能面临一个非常不顺的开局啊 而那个沃尔兹啊 担任迷你苏拉松这场长5年 在中间担任了12年 他一共有17年半的一个经验 也是远高于这种平均水平啊 所以说其实 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民调的话 还是大家普遍的认为 虽然沃尔兹对吧 名声名气不高 但是其实还是略胜于万斯吧 我们看看啊 副总统这个从虚值是如何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啊 就像我们前说过对不对 美国这种副总统很长时间 长时间都认为还是个象征意义啊 起码50年前是这个样子 当时可能把副总统都别约成一个夜狐啊 所以说你也看看他好不到哪去 所以说这个副总统一直可能在50年前 大概的现象只有象征意义啊 但是从尼克松 担任艾森豪威尔的这种副总统开始 即便发生了变化 到卡特政府的时期啊 副总统变成了总统的全面顾问 担任更多的一个职责啊 所以说从1953年呃呃尼克松担任副总统开始 在接下来的大约四分之一的世纪里 副总统进入了行政部门开始 出国旅行领导行政部门的委员会 从事党内工作 有时还担任政府发言人 他们在实际上呃 基本处于政府之外 并不是呃不是政府的核心 1977年就是沃尔特戴尔蒙 担任这种副总统的时候 情况发生了变化啊 总统吉米卡特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 卡特是当了一届的佐治 佐治亚洲州长啊 所以说以国家安全 嗯知之甚少 他不太了解华盛顿的运作方式 也不太认识华盛顿的人 但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 卡特非常喜欢这种呃 蒙戴尔就选择了他担任副总统啊 所以说自从这之后 就是副总统的呃 这个作用就是越来越高啊 卡特和蒙戴尔这一对政府总统的合作 可能是历史上这种最和谐的一个搭档啊 蒙戴尔认为副总统不应该只是负责所推的工作 而是应该成为总统的一个全面顾问 为总统承担真正重要的一个职责 卡特尔呃对此欣然认同啊 他让蒙戴尔在办公室 搬到了自己白宫呃白宫的那个西侧 两人每周至少私下会面一次啊 蒙戴尔可以参加卡特的任何会议 可以得到卡特的所有文件啊 呃 这个研究人员说 从1977年开始过去的50年里 每个总统呃 组织事情的方式就略不同 每个副总统也有不同的形式方式啊 他们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 但基本上两党大多数政府都遵循着这种政府总统的一个合作的方式啊 我们看看副总统有什么职责和义务啊 作为美国联邦行政分支中级别最高的一个官员 副总统在美在美国总统接任顺序中排名第一啊 这种我刚才说的啊 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职责啊 等着总统死 其次就是众议院众议院院长啊 副总统也参加参议院长的身份 与联邦立法机关呃 运作以 依此身份主持参议院的相关会议啊 美国副总统参选资格 呃要求基本于总统一致 我们看看有什么参选资格啊 35岁以上的美国公民 在美国居住不得少于14年 呃不过呃 美国宪法对于副总统的任期 没有做出呃 限制啊 而郑总统只能担任两次 历史上唯一一次例外 就是连任就是四次的总统 弗兰克林罗斯福啊 但是因为他去世之后 美国1951年通过宪法修正案 规定了美国总统任期最多两届 嗯 在大说情况下 副总统不参与 呃不在参议院中投票啊 除非有打呃打破呃 呃票数持平啊 近现代历史上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2017年 2017年2月 呃 关于教育部长参选议员同意和反对 各为50票而僵持不下 最后 由副总统迈克尔彭斯 呃出手打破僵局 让呃 争议极高的就是 嗯 贝斯沃德斯 呃成为教育部部长 以锁定民主党党派的候选人提名的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啊 也就是贺锦丽 呃 虽然在外还不到4年 在以高达33次投票下 创下了200年年的一个历史记录 哈里斯的投票使得很多民主党的政治 呃 议程 显胜 从2021年美国救援法案 到2022年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到2023年 这种提名华盛顿一名亚裔女性的联邦法官 就是艾利康 美国历史上12位副总统同位投下过大派将军的关键一票啊 这贺锦丽投了33票啊 真的是 副总统还有一个高光时刻 就是呢 每次总统大选的最后一刻 在参议院呃 议长的身份 接收选举人的呃 选举人团的一个选票啊 然后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面前打开密封的选项 宣布结果 2025年1月6日 担任副总统的哈里斯也按规矩 在国会宣布了成为下一页 总统和副总统 呃 由于本次参选 那个哈里斯 既是现任副总统也是下一任总统的一个候选人 如果他获胜 就会宣布自己是下一任总统的一个情况啊 就说他现在是副总统 对不对 呃 如果说他下他打败了川普 他成为下一任总统的话 那他就宣布他自己成为一个下一任总统啊 历史上这种宣布自己当选总统的情况发生过四次啊 就是他不是第一次啊 如果他能当选呢 他呢他他也创造了历史 他说美国上面 特朗普数百名支持者不承认选举结果而传入国会骚乱 一度中断国会议程几个小时之后 时任副总统彭斯宣布 拜登和哈里斯获胜啊 尽管副总统宣布结呃 宣布结果只是走一个形式 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规定副总统 呃有推翻选举权力的呃 结果的一个权力啊 但彭斯还是被特朗普和他的一些支持方面指责为背叛啊 他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他的职责就是要宣布的对不对 人生对吧 当了一辈子的当了四年的副总统 他高光时刻那对吧 马上卸任了他要宣布 他不宣布人家也还也要当选的啊 好我们看看历史上有哪些副总统 是因为郑总统意外离任而变成呃 例外什么离任或者离世而变成郑总统的啊 所以说担任副总统并不意味着你被提名当选总统 但你是副总统 你被提名当选总统 机会就恰大得多啊 嗯 所以说比方哈里斯副总统 他是加州的参议员 他知道担任担任那个副总统 非常有利于他参选总统 但是他作为副总统 也比当参议员做更多的事情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参议员万事也是如此 他几乎所有的提名担任 这种副总统的人说都会接接受这份工作啊 而且即便只是副总统的候选人 他们也受到极大的关注 所以对他们的以后的政治生涯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美国建国248年以来有8位副总统正是因为 正总统在任期间的死亡 而顺位上升为正总统的啊 在8个人里面啊 有36 36任 那个 总统 林登 约翰逊 和17任的总统 安德鲁杰克逊 经历的 他的经历啊 为世人所熟悉啊 因为他们都是在前任总统 这种肯尼迪和林肯 被暗杀之后 接任那个新总统 另外还有一个从副总统变成总统的 就是38任总统 就是杰拉尔特福特啊 他在上位是因为前总统的尼克松 在水门事件的丑闻爆发后 主动辞职了啊 这也捡了个便宜 副总统 我们看看副总统在哪工作啊 总统都知道在白宫啊 美国副总统的官邸 位于距离白宫4公里的就是天文 天文台环路1号啊 副总统官邸 虽然没有白宫那样的响亮的名号 在位于山坡之上啊 周围植物 被丰富环境 周围植被丰废啊 丰富环境优美 事业开阔 天文台环路1号位于美国 海军天文台华盛顿区东北的开阔地带 一直在1974年之前就当曾经是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的一个官邸 直到几年前经过多次修缮之后 正式成为美国副总统的居住地啊 位于华盛顿伊会山 和参议院距离白宫2.6公里 曾经是美国副总统唯一一个办公地点啊 这个格斯坦告诉美国之音 就是说这个非常对这个美国非常有这个了解的一个专家啊 1961年肯尼迪总统当选之后 为了副总统约翰逊 办了一套办公室啊 就在总统办公室椭圆办公室的西侧 艾森豪威尔的行政办公室办公室内啊 从约翰逊开始 每一位副总统都是艾森豪威尔的行政办公楼 都有自己的办公室 1977年卡特上台之后 给副总统蒙德尔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 在那个白宫西侧有一个平面图 给专门给他开了一个这个办公室啊 这是他的一个 就是卡特也开始 做出了先河 凸显了他对这种蒙德尔的一个信任和重视啊 除此之外 加上艾森豪威尔的行政办公室和国会山 副总统实际上有三处办公地点啊 当政府有法案或者是参与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副总统会使 这国会山上的参与员的一个办公室 尽管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大多数的副总统都在白宫 就是西侧的办公室办公啊 他们大多数的工作人员都在 艾森豪威尔的行政楼办公啊 我们看看啊 美国历史上哪些副总统表现最佳和最差啊 尽管美国人对历届总统的政绩从人品到趣为各种各样的一个排名啊 副总统的关注的要少得很多啊 不过洛杉矶时报在7月份通过了征集 呃政治学学者的意见 总结出了他们在 眼中美国近代史上表现为最好和最差的一个副总统啊 我们来看看啊 这份保单上排名第一的是45任 副总统 阿尔格尔啊 我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 紧跟气候的这个我们知道啊 竞选总统成功的 George拜登 拜登在2009年2017年担任 呃是奥巴马任期内的一个副总统啊 排名第三 345的分别是肯尼尼在任的副总统约翰逊 里根 任任的副总统 呃和老布什 啊 副总统老布什啊 卡特尔代念的副总统就是 蒙 呃蒙带尔啊 不知道蒙带尔也是 是怎么会榜上有名的啊 蒙带尔赢得高分在于他在政治顾问方面的卓越成绩 尤其是 我看看 啊这是排名第一的从排名从高到后的啊 看来拜登还可以啊 啊我们看看他为什么啊 啊 啊这种这种格尔赢得高分在于他在政策顾问方面卓越的一个成绩啊 尤其是他带着缩减官僚机构提高效率重塑政府 呃这个计划啊拜登因为在国会的 呃关系比较融洽会的高分他推动了这种呃 凭借医疗法案以及通过呃在通过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另一位提名是担任副总统八年之久的这种呃 迪克切克他被认为史上最有实权的副总统啊当时总统的小布什提呃 起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恐行动啊 而对于1933年以来18位副总统的排名中美国最近的两位副总统的得分偏激上任副总统彭斯排名13啊 当任副总统民主党 共选人哈里斯排名11啊对此学者们给出的理由是两位总统 都不是总统的一个积极合作伙伴啊跟总统关系不太好 目前民主党的哈里斯和沃尔兹 在几个摇摆州的民意调查中 略胜共和党的 川普和万斯啊 但是2025年 呃1月到底谁能够入主白宫啊 还有一百天的时间 我们 有给3.3亿美国人来做决定啊 我今天还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说 呃川普在枪击之后他类似于 有一些这种应急反应他反复的看的呃 自己的一些视频对不对 因为跟死神擦架而过吗 那可能就会 能对他的竞选生涯有一些影响 当然不知道这件这篇文章是真是假对吧 也许川普他会澄清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那么他是空穴来风 确实是对吧 一个人经历过生死之后 他可能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了啊 也许他还会 呃 就是说 就是为奋乏突强吧 就去说更强硬一点 也许他就会消沉下去 对不对 就是说总统也并不是那么重要 人的生命可能他是 最重要的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啊 这篇文章主要是科普了解一下副总统 一些事情 然后也对我自己 也有一定的科普作用吧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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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